主机总处公布去年我国工业及服务业全职上班族薪资 包含奖金还有加班费等等 平均高达五万一千两百四十一块钱 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 不过这个数据让民众感到很惊讶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领这么多 共时常薪资低是台湾就业环境普遍的现象 但主机总处公布去年我国工业及服务业 如果扣除外籍与部分工时员工 全职上班族的薪资 包含奖金加班费等等 平均薪资高达五万一千两百四十一元 创下十年来新高 让不少民众相当惊讶 进去差不多都是两万多出头而已 对啊 那五万多其实差蛮多的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除非说利用加班 不过由于物价逐年上涨 虽然去年国人每月经常性薪资 平均三万九千两百三十八元 总薪资平均为四万八千七百九十元 为历年最高 但在扣除物价因素后 薪资还是倒退十六年 学者表示台湾现在很大的问题 就是低薪 加上生活开销又不能减少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演变成工作贫穷的困境 民众所感受到的价格 往往就是你日常生活 或是你的房租啊 跟跟这些有关的这个价格 所以长期来我们有个 大家有个想法 有个讲法就是说 CPI的变动 可能是低估了民众所感受到的 价格的物价的上涨 所以如果我们把民众所感受到的物价 民生物价 或者是所谓核心物价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实时薪资 应该是更低 学者认为在雇主不愿调高薪资 物价又一直涨的情况下 建议政府应该适时介入 进行物价的管控 才能避免劳工落入 集体贫穷的恶性循环 记者为了林国防退报道